接上去,他就是说一直在加水管,不是一直给他加,就是说我们每次加热的时候,那个出水管后面一个溢水管,对,后面最后面,是的,那个溢水管要出水,哦,溢水管出水以后我们才能用,溢水管先指一下,在那边,好,你要不要到那边,能不能看到,视频能不能看到,等一下,这边一个溢水管,哦,我看到了,东西在后面,好,那溢水管还出水,我们先开始加热, 好的,明白,好,然后,这边是哪一个,这边呢,这边这样的,不是那边接了一个吗,上那个吗,啊,就算给他,算算,也可以从后面那一根接,后面那一根啊,去接他,那从后面那接好了,他一次性接两个一样,那客户那边直接接一根管子,只有怼在上面就好了,OK,OK,你再排在后面,对吧,怼在后面,啊,好,好, 我用热管子不够吗,我们先试这个,好,看看有没有拔潮,你试一下吧,假装演示一下就好吗,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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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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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是你這個的液水口是這個嗎? 是液水口是這個 接上去我跟他講怎麼加水 好,不用緊張 吉祥都在這間 當時是你坐在這邊 好,好了 要不要好,好那邊 好,好,OK 好,我坐在這裡 是的 这个要开 那个没开 中间第一个不开吗 第一个关掉了 这个关了不能进水了吧 这个是开的 这个没开 这个是先给这个加热 我们怎么知道每个锅都没买的 所以加一个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 这两个给关掉 这两个关掉就是那边可以进水 这边要出水了 我觉得你得过去 然后那边给关了 那边关了 然后把车打开就好 那我们可以先来加那个煮或者加热 先看一看 咱们切泥脂露 露了啥子 现在这个温度 设定温度 设定温度 设定 第一个键按设定 第二个键选择 这个位移键 移到这个地方我们加到50度 再按这个键确认 确认 第一个键再确认一下 这个也一样的呢 我们按这个键设置 第一个键设置 第二个键位移 我们移到这个50度 第一个键确认 回到第一个键 这个也是位移 第二个键位移键 移到这个位置 往上加 加到50度 第一个键确认 现在是设定50度 实时36 设定60度 实时33 主播现在是 主播现在是设定60 把主播打开了 可以了 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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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